2000年云河奖获奖作品 日落了却没人写诗 作者陈卫浩 选自《科幻世界》2000年第八期 当我端起杯子时 发现咖啡早已喝光 一时间疲惫揭竿而起 迅速淹没了我 眼里仿佛被人塞进青橄榄一样声色 电脑屏幕也逐渐开始模糊 我卯足了劲伸了身揽腰 所有的烟盒都空了 仿佛被格式化后的软盘 我按下了电钮 不一会儿 S3型服务机器人咕噜噜地进来 拖着一杯锁容咖啡 这是为我设置的专门程序 现在整个设计部 就我一个人喝咖啡 同事们都在使用脉冲震颤器 这是一种对抗疲劳的新型产品 这种小玩意儿能促使大脑产生多巴胺 自从它出现后 烟草咖啡的产量连年下降 就连各种促使神经兴奋的违禁品 也消失殆尽 喝完咖啡疲惫稍稍得到安抚 但远未被镇压下去 我急切地渴望一支香烟 渴望把自己淹没在鸟鸟的烟雾里 于是我到主管办公室去请假 项目主管Jack是一个草坪 这是我的字典里的一个专用词 与花瓶对应 专指那些永远西装革履 头发一丝不乱的小白脸 这类人我见多了 他们目控一切 总以高级白领 社会精英自居 这种人接从观念很强 对自己人永远笑脸相迎 如果他认定你是异类 那么你就只配看到他的屁股 他今天西装革履 对了 就是今年流行的白领装束 当他听说我请假的理由 是出去买烟时 脸上惊讶的表情 像是看到一只苍蝇在跳华尔兹 为什么不用smartboard 对 汉语里夹杂英文 也是这类人的特殊癖好 我回答道 不喜欢 对于这种人 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生命 Jack往椅背上依靠 露出一种很优雅的笑 这个傻蛋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早就清楚 我从不使用震颤器 可他总是一有机会 就在这个问题上找我的茬 用一种看香巴老的眼色看我 长时间的饱和工作 使我愤怒盎然 我拼命克制 才没有在他白净的脸蛋上 造出几块青色的小秋来 最后看在我连续干了四十小时的份上 他与施舍者的姿态 准了我两个小时假 当我黑着脸 骂骂咧咧冲进电梯时 里面所有的人 都露出一种 看见识人生翻的表情 街面很敞亮 满街的花都开了 花粉在空气中连雪而轻微地爆炸 随着风迎面扑来 我站在人行道上贪婪的瞬息 感觉自己的肺被新鲜空气涨得无限大 眼睛因为无法适应刺眼的阳光而眯着 我沿着大街慢慢地走 一种无来游的快感 使我有如失重 每一根神经都肿胀起来 使用震颤器 是不是这种感觉 我并不知道 但这和我时常坐在办公室里 幻想自己用一块板砖 把Jack砸得雪花怒放时的感觉 很相似 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朝迎面而来的每一个人微笑 他们或者抱以相同的微笑 很多人都面无表情地躲开去 我知道我此时的样子 犹如一个刚从神经病医院翻墙出来的人 尽管电脑装有视觉互评 但连续四十个小时的目不转睛 仍使我眼眶下线 双眼赤红 满脸洋溢着回光反照式的神采 咖啡馆在街角 一座老公寓的楼底 临街的窗开得很低 里面并没有多少人 推门而入 不拘老旧 墙面落满灰尘 所有的一切在阳光下无精打采 老音响 正在唱着披头式的歌 是挪威的森林 正和店名一样 这儿总是放一些几十年前的老歌 绝世或摇滚 最多的就是这首挪威的森林 老板看见我很热情地打个招呼 不等我开口 便问 阑珊咖啡 这是我每次来闭喝的 我习惯于每天下班后到这里来喝一杯 听上一会儿音乐 把浮躁的心情慢慢沉淀下来 这是一个落伍的习惯 现在的时尚 失去网上虚拟狂欢 我在角落的窗前坐下来 阳光透过玻璃斑驳在桌布上 歌声依旧荡漾 不一会儿 老板端来了咖啡 递过一包香烟 顺道坐在了我的对面 这也是我的习惯 我总在这里买烟 我喜欢这样 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人 熟悉的感觉 烟很清凉 咖啡很浓 一切都很好 像你这样的人 不多了 老板说 纸吸烟和喝咖啡吗 还有听古旧的音乐 我需要一种真实让我安心 没办法 我是一个落伍的人 容忍不了虚拟 他一笑 年轻的脸上显出苍老来 你要夜了吧 工作很忙 四十个小时没睡觉了 全靠咖啡盒烟盛着 没法子 公司催得紧 这批活得在三天内完成 否则 就落在别的公司后面了 我俩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开了 老板打趣地说 他从我的装束和言行举止中 能猜测出我的职业 我一下子来了兴趣 急忙追问他 我是哪种人 他回答道 诗人和哲学家 其实说起来 我曾经想过做诗人来着 而且我父母都是作家 从小受他们影响太大 以至于现在还改不过来 可是 时代变了 电脑虚拟一诞生 文学 就完了 读书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旅行 记不清这句话是谁说的 但那仅仅是在书籍的时代 而虚拟程序可以让你成为任何人 在任何地方旅行 你可以刚参加玩二战 接着就和性感女性约会 沉溺在温柔乡里 谁还需要读小说 谁还需要写作 当然 还剩下网上聊天 如果聊天 也能称这为写作的话 我告诉他 现在我是个掘木工人 正在为埋葬文学贡献力量 这四十个小时里 我在做沙士比亚系列 就是把沙士比亚的剧本分解 序幕 高潮 结局 都变成若干模板 用户可以任意组合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让朱丽叶死而复生 结婚生子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把各式各样的文学拆散 写成软件工程师 能轻易看懂的语句 然后由他们编成 我就像解牛的刨钉一样 肢解成块 交给机器 制成香肠 也许我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 虚拟程序固然荒谬 但是否也得算是文学 在新时代里的存在方式呢 我苦笑 我也曾这么想过 但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你听说过哪一头猪 愿意相偿的方式存在呢 唱片到头了 老板歉意地笑笑 起身去换CD了 这时我环顾四周 只有一个中年人在读旧时的书本 一本破旧不堪的书 书名是《荒原》 他多像我父亲啊 忽然间我想不起我父亲的样子了 只觉得他和那个中年人 有着同样的脸 歌声又重新响起来 但咖啡已经凉了 我站起来要负账 老板连忙说 盐喝咖啡 今天送我请客 你 是哥们 我的眼眶突然像沼泽地一样湿润起来 既然是哥们 就更得帮你 你的情况也不好 听到我的话 他的神情有些黯然 自从有了电子脉冲振尘器 这里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这条街上的咖啡馆和酒吧 也只剩下这一家了 我把一张电子货币卡塞进他手里 里面还有1200单位的电子货币 大约是我一周的薪水 临走时我们互相拍了拍肩膀 我不知道这代表或包含了什么 大概是两个跟不上趟的人 在互相安慰吧 在喝了几乎一家轮的咖啡后 我终于把任务完成了 公司抢先一步 把这批软件推向市场 销售业绩极佳 为此我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 庆祝酒会上 Jack使劲跟我掏近乎 他拉着我给我介绍几个 和他一样的杂种 我瞅着这几张 以模一样的脸 渐渐的 他们的五官都消失了 只剩下几套西装 空壳般支在那 厌恶感在我的心中 长成一株大树 我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对Jack说 你愿意和少瓜做朋友吗 他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拍拍他的肩 我也不愿意 回到家里 我蒙头睡了两天 等养足精神 我便用那笔奖金 买了两张去夏威夷的机票 带上女友度假去了 在夏威夷我们疯狂地玩乐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是觉察到 一种绝望正在腐蚀我 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来抵抗 挽留和拯救 一天 女友突然问我 你有没有尝试过 在虚拟程序里和我 共度良宵呢 我一愣 反问道 你呢 他害羞地点点头 有过几次 我觉得 和真的差不多 突然间 我抑制不住地想象着 女友在虚拟环境里的 所作所为 尽管我知道那是假的 可是愤怒犹如野兽般 伸出尖烈的牙齿 撕咬着我 该死的网络 连我这最后仅存的 真实也要夺走 我觉得自己像是 沉溺于海水之中 无力挣扎 快要窒息而死了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 到处是知了 嘶哑的鸣叫 我觉得他们 仿佛是在为我的爱情 吟唱最后的晚歌 上周本来下班后 约好一起吃饭 女友却出人意料地迟到了 我站在街边 看车来车往 足足看了二十分钟 她才心不在焉地 出现在我的面前 不等我问她迟到的原因 她便开始向我抱怨 路上塞车是多么厉害 现实世界 真是太落后了 与其费那么大劲 吃顿晚饭 倒不如去网上 做一次虚拟约会呢 看到许许多多的阴桀 从她红润的嘴唇里 蹦出来 我忽然觉得 周围的一切都离我远去 所有的车声 人声 都像隔着一层 毛玻璃般 听不真气 她的脸在 真实的阳光里 无比生动 但我分明感受到了 一种陌生 有一个比我强大 无数倍的东西 轻而易举地 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了 她使她迷恋 使她沉迷 她已站在另一边 不愿再和我一起抵抗 于是我默不作声地 听她的抱怨 陪她吃晚饭 送她回家 回家的路上 她默默地说 我们就此分手吧 在她平静的目光里 我听到了世界坍塌的声音 以后的几天里 我始终精神恍惚 我已失去了 对这个决定对错的判断力 像一头受伤的小野兽 我只顾躲在洞穴里 舔着自己的伤口 我无力救赎他人 甚至无力救赎自己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我的抵抗是不是脱了 回到家里 我走进父亲的书房 环顾四壁层垒的旧室书籍 童年时的梦想 又涌上我的舌尖 那翻抖书页的花花声 是如此真切 我似乎回到了那些 消耗在书本间的下午时光 也许正是这种感觉 太过悠长 才是我用尽全力 企图抵抗时代的冲刷 这期间 夫妻喃喃地说 要是觉得太累 就放弃吧 网罗虚拟也好 脉冲震蝉器也好 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们是在和自己斗争 所以你永远找不到 抵抗的神圣感 你我都只是一块礁石 而不是堤坝 公司右下达了一项任务 设计不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保住市场占有率 所有的人都必须拼尽全力 你只要看看Jack 几天未换的西服 和凌乱的头发 就能明白什么叫紧争 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咖啡喝得我反备 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掉进石油里的水鸟 满身油污寸步难行 我抵挡不住了 终于我把手伸向虚拟程序的插口 海滩上 我和女友手拉手散步 湿软的沙子温柔地舔势着我的脚趾 海风扶摸着我的面颊 女友的笑声清脆如浪花 轻拍岸边的礁石 我们惬意地嬉戏着 我再次有了种飘飘欲鲜的感觉 连接在我头上的脉冲器 放射出一阵阵强烈的电波 我沉溺在头脑的幻想中 这景象是如此真实 以至于我的每一根神经都为之畅快的悸动 可退出程序后 我却感到了落入深渊般的空虚 分外强烈 我依旧靠着卖冲振产器 撑过了第四天 完成全部的工作后 我忽然不经意地看到一则网络新闻 领航者公司的第二代智能电脑终于问世 它具有强大的想象衍生功能 可根据一个程序联想衍生出系列程序 它的诞生将可能导致大批程序设计员的失业 我面无表情地看完新闻 关机走出大楼 树叶在晚风里纷纷下坠 已经初秋了 我沿着马路走到熟悉的街角 咖啡馆的门紧闭着 一张房屋出租的招铁 北风掀起一角 哗啦啦地作响 木栗良久 我转身走开 身后的街角 已经没有一丝生气了 阳光携射过来 给街区 摸上一层金黄色的糖浆 日落了 却再没人会写诗 我对自己说 感谢观看